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的买卖为什么不做了 好好的日子为什么就不过了呢 老李突然之间如此奇怪的举动 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老李往火堆里扔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火柴 您别看这东西不起眼 但是在轻握的时候 这可不是家家户户都能消费得起的 是只有官商人家才能够使用的所谓洋货 随着这一包一包的火柴投入了火堆 这火可就越烧越旺 看着这团越来越旺的火 老李的心里别提多痛快 你说这个老李有钱不赚 反而要把这些稀缺而实用的东西给烧掉 他这抽的是哪门子封 难道他糊涂了不成 当然不是 要知道 当时这么做的可不止老李一家 广州几乎每一家商铺都在这么做 仔细观察一下他们焚烧的商品 不难发现 在这上面都有日本制造的标志 原来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的行动 要说起这次抵制日货的原因 很熟悉 也很简单 因为一个岛 一个岛 可能您会问 不会是钓鱼岛 您想多了 当然不是 但是对于清政府来说 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今天的钓鱼岛 它叫东沙岛 清末时期 清政府就东沙岛的主权问题 与日本进行了长久而艰苦的谈判 那么最终 东沙岛的归属问题将会何去何从 这场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的行动 又将会以怎样的结果收场 要想弄清楚这件事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张仁俊 他可以说是东沙岛事件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人 说起张仁俊 他有一个唐侄女 相信大家不会陌生 那就是才女作家张爱玲 张仁俊 1846年出生于河北丰润 要说这家张姓的家族 那可是书香门帝 张仁俊 23岁 中进士二甲 第34名 相当于现代高考 全国的第37名 就这样 通过科举的优秀成绩 张仁俊 当官了 而且这官还越坐越大 到了1907年 61岁的张仁俊 上任梁广总督 可张仁俊 这梁广总督的椅子 还没坐热呢 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来了 一封来自清政府外务部的机密电文 摆到了张仁俊的桌子上 他打开来一看 面色突然凝重了起来 那么这份文件上 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明国时期研究古代法律 和近代史的著名学者 陈天熙 在1928年撰写了 《东沙岛成案汇编》 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了 当时张仁俊所看到的那份文件 一起来看一下 五访文 港澳附近 与美署小吕宋群岛连接之间 有中国管辖之荒岛一区 近被台湾基隆日本商 西泽集次纠合百二十人 于六月三十日午后 乘四国湾轮船 驶向该岛 建筑密设 树立七十尺长杆 高悬日齐 并树五尺响标 名为西泽岛 岸礁为西泽礁 西泽最巨为己有 这封电文的内容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在港澳附近 与小吕宋群岛之间 有中国管辖的一个荒岛 最近被台湾基隆的日本商人 西泽集次占据了 在岛上盖房子 挂了日本旗 还将这个岛命名为西泽岛 电文所发出的时间是 1907年9月5日 1907年的清政府 可谓是内忧外困 已经进入了灭亡的倒计时 先说外固 自1840年第一次亚聘战争 清朝战败后 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后 又相继与欧洲列强签订了虎门条约 望夏条约 天津条约等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主权遭受严重危害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1894年7月 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最终清政府 花费一千多万两白银 打造的北洋水师 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的 一系列激烈交战后 全军入目 1895年4月17日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1900年八国联军清华 迫使慈禧太后 携光绪地逃亡陕西西安 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抢奏大量西式珍宝 最终清政府 与包含派兵八国在内的十一国 签订了薪酬条约 这诸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内容大多就是清政府赔款 隔地开放港口等 再说内忧 清朝末年民不谣生 爆发过多次人民起义的事件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1850年开始爆发的 太平天国运动 和十九世纪末爆发的 义和团运动 虽然这些绅士浩大的人民起义运动 最终都以失败收招 但是这也大大加剧了 清朝同志的腐朽 以崩塌的速度 清政府正面临着内忧外患 但是主权问题不容怠慢 梁广总督张仁郡 日夜不停地查阅相关资料 并且走访当地的渔民 最终证实 被日本人强占的这个岛 叫做东沙岛 那么东沙岛 又是怎样的一个岛屿呢 东沙岛 东沙岛是东沙群岛中唯一的岛屿 其东北方距离高雄约240海里 西北方距香港约170海里 北距汕头140海里 西南距海南省榆岗360海里 东沙岛虽然是中国南海诸岛中 最大的岛屿之一 面积却只有一点八平方公里 但是每年在东沙岛经营的 中国渔船却不下数百艘 这片海域 数百年来一直都是广东 福建沿海渔民的淘金宝库 白子捕鱼的清朝渔民中 许多都花了财 东沙附近海域的海产 十分丰富 一般广东沿海一带的渔民 每年会去东沙海域三次 主要是捕鱼 然后会在岛上腌制 也有些渔民会捕带帽 在岛上去林晒干 因此在广东沿海一带 普遍有着想发财去东沙的说法 1907年5月 中国渔民像往年一样 在东沙岛附近捕鱼捕带帽 再拿到东沙岛去林晒干 不料 一场不期而至的台风 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风暴里 幸存的人们好不容易漂流到东沙岛上 但是他们发现 岛上多了另一群人 而且颇为奇怪的是 他们怎么也听不懂这群外来者说话 待风暴过去天气转型后 渔民们看到岸上树立着红心白地的旗帜 方才明白 这岛屿已被日本人所占 日本人携带着刀剑 甚至还有枪 不准中国渔民在东沙岛捕鱼 日本人把中国渔民的山板打烂 将木料扔到海里 而人数远远少于岛上 日本人的渔民们只能返航 渔民抵达广州后 东沙岛上来了日本人的消息 首先传到了两江总督 端方的耳朵里觉得这件事很严重 但是东沙岛是归广州管辖 不是自己管辖范围 所以端方把这件事情 上书给了清政府外务部 外务部又密电梁广总督张仁俊 调查东沙岛事件 张仁俊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领土 被日本人所占据呢 他琢磨着 应该先派船 去探个究竟 这是东沙岛的海域地图 东沙岛距离最近的汕头 也有140海里 什么概念呢 以当时北洋水师的支援舰为例 支援舰 每小时能够航行12海里 那么140海里的距离也要12个小时左右 才能到达 但眼下张仁俊根本就找不到能够航行这么远的大型军舰 其实张仁俊不知道 早在他调查东沙岛事件的七年之前 那个将东沙岛改名为西泽岛的日本商人 西泽吉次 就已经登上了 东沙岛 故事要倒回七年前 1901年夏天 一艘日本商船 由于遇到风暴 商船偏离航道 而飘到了一个陌生的小岛 一个日本商人下的船 他的名字叫西泽吉次 虽然这次意外的海上风暴 改变了西泽吉次的航向 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心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快就在这个不齐尔的小岛上 发现了宝藏 什么宝藏呢 鸟粪 原来东沙岛超过海平面相对较高 海浪很少能够侵袭到岛上的陆地 而岛屿又是各种海鸟的栖息地 所以有鸟粪并不奇怪 这成百上千年堆积的鸟粪 对于岛上靠捕鱼为生的清朝渔民来说 那是垃圾 清朝的渔民对于长久堆积的鸟粪 咱们处理还都感到头疼呢 咱们这鸟粪在西泽吉次的眼里 却成为了宝藏呢 其实这些鸟粪经过长久的堆积 已经形成了富含磷质的杀矿资源 磷是植物生长不可缺少的一种元素 这磷矿的主要用途就是制作化肥 种庄稼 种树都离不开这种磷肥 另外磷矿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像我们熟悉的火柴就是用磷做的 由于磷的用途十分广泛 所以它的价值是很高的 在清朝末年 东沙岛上的鸟粪有多少呢 我们已经无从查证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数量绝对不少 因为这鸟粪勾出了西泽吉次的摊 东沙岛上有成百上千年堆积的鸟粪 咱们这鸟粪在西泽吉次的眼里 却成为了宝藏呢 西泽吉次将如何把这些鸟粪变为宝藏 党漫正在 西泽吉次这个人的影像资料 我们没能找到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西泽吉次是一个资产 极为丰厚的商人 这是我们绘制的西泽吉次的画像 西泽吉次穿着富贵 他的家族在日本有多处产业 对富足的西泽吉次来说 掠夺是最快的制服方法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李国强研究员所写的 南中国海研究与现状 一书当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在书里说 当时在日本神户 长崎东京 甚至是台湾 基隆等地 大街上都可以看到挂着 西泽商店招牌的店铺 这就是日本商人 西泽吉次的产业 回到日本的西泽吉次 一直惦记着这个被他称为无名岛的地方 他妄想着利用这个岛上的鸟粪 大赚一笔利 1902年 西泽亲自率船 来到了他所谓的无名岛 在岛上 他昼夜不停地挖鸟粪 带船装满之后 运到台湾去贩卖 这是西泽吉次 从东沙岛 攫取到的第一桶金 在这次寻宝的过程当中 西泽尝到了甜头 这么多的鸟粪 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宝库 他恨不得一次把这些鸟粪 全部都挖过 但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 棘手的问题 也随之而来了 原来 西泽吉次第一次 上岛挖鸟粪的时候就发现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无名岛 岛上常年住着 过往打鱼的居民 而且 他们都是中国人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岛 其实就是中国的领土 自己跑到中国的岛上 去挖鸟粪 这种行为 就是小偷 是强盗 西泽吉次的心理开始犹豫了 他明白 要如此大规模的 去开发一个别的国家的岛屿 在没有政府撑腰的前提下 恐怕借给他十个胆 他都不敢 于是他把这个想法 报告给了日本政府 寻求支持 那么日本政府当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他们会支持西泽吉次的这种强暴请求吗 早在明治政权刚刚成立的时候 日本政府就确定以侵略扩张为他们的最高国策 侵略矛头首先指向中国 1879年 日本吞并了琉球之后 19世纪90年代 日本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 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 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 企图从亲华战争中谋求摆脱危机之路 紧接着1894年 日本发动对华的甲午战争 中国战争 被迫于日本签订了丧权处国的 马关条约 台湾岛及澎湖列岛被日本人占领 这样日本就以台湾为基地 进一步向南扩张 东沙群岛位于南海的东北部 离台湾最近便首当其冲 在日俄战争结束的两年之后 也就是1907年的8月11日 西泽集次再次带领120名工人 乘坐一艘名为西谷苏号的船 出发了 既然要拉走鸟粪 那么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是必备的 于是西泽集次 明目张胆地搞起了建设 完全是一副岛种的架势 他在东沙岛的南端 用废墓料建了一个码头 并修建了一条贯东南北的小铁路 还通上了电话水管 建立了淡水厂 盖起了日式办公室和宿舍 那么西泽在岛上又是修铁路 又是盖房屋通电话 难道仅仅是奔着鸟粪去的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 他的野心大着呢 在挖鸟粪的同时 西泽将这块他所谓的无主之地 命名为西泽岛 而且在岛上升起了日本国旗 竖起日本主权墓碑 西泽集次那边在东沙岛 大把大把的挖鸟粪 侵吞着中国的财富 而张仁郡这边 却还在为寻找 能够去东沙岛巡视的大型军舰 而返南 这清朝还没有派船去 日本的军舰却来了 1907年的冬天 日本政府派军舰前来给西泽助威 顾送商船二臣丸号 满载日本移民和军火 计划在东沙长期聚首 顾送商船二臣丸号 在澳门海面被清朝海军成功拦截 当场缴获大量弹药 愤怒的中国水兵扯下了船上的日本国旗 由于事发地点 距离澳门的海面很近 当时澳门又被葡萄牙强行占领 所以葡萄牙也趁机插手干预 在日浦两国巨大的外交压力下 1908年3月19日 清政府被迫释放二臣丸号 并领礼炮21项向日方致歉 粤商自治会当即宣布 当日为国耻日 号召全国抵制日火 一时间受够了外国人欺压的中国百姓 愤怒之情顿时爆发 全民抵制日火 自从1907年冬天的二臣丸号事件发生后 东沙岛的主权问题就成为了 清朝百姓最为关心的事情 但是软弱的清政府 在一边要面对日本的外交压力 另一边又要平息民意的形势下 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 记得几次强占东沙岛 明目张胆地窃取中国财产 难道仅仅是奔着鸟奋去的这么简单吗 张仁俊将如何维护东沙岛主权 当案正在揭秘 国国从近代以来就有关于东沙岛的记载 我们找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 中国边疆研究专业期刊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4年的第三期 在这里面收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吕依然所写的一篇文章 名字叫 日商西泽集次掠夺东沙群岛资源 与中日交涉 一起来看一下 东沙岛古称珊湖州 晋朝培渊的广州记记载说 珊湖州在东莞县南五百里 之后 我国关于东沙岛的名称也在不断地更改 清代雍正年典的海国文件录 则称之为南澳契 我们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找到了陈文炯所著的这本海国文件录 在这里面 的确是有关于南澳契的记载 这里的南澳契 就是我国的东沙岛 在西方的海国当中 则称东沙岛为普拉他市岛 而且明确标注是我国广东的岛屿 关于东沙这一称谓 也有多种来源 一说是因为此岛位于万山之东而得名 另一说是相对于西沙 该岛位于东面而得名东沙 无论哪种说法都不重要 关键是东沙岛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的领土 虽然清政府不给力 可张仁郡并没有放弃 一想到西泽集次正在岛上搞建设 挖鸟粪 他心里就着急 现在最迫切的任务 就是要到东沙岛实地视察一番 看看当地的实情 去视察那得需要船呢 前面我们说到了东沙岛一带风浪大 而且西泽集次一行人在岛上是个什么情况呢 岛上有没有驻扎军队 东沙岛一带风浪大到什么程度 这些都不知道 所以如果贸然派一艘普通的船去 显然不合适 此时迫切的需要一艘大型的军舰前往实地考察 可是当时的广东省没有大型的军舰 张仁郡就多次上书 请求外务部协调南洋舰队派舰前往考察 终于在1909年初 外务部派出南洋舰队海军副将吴敬荣 率飞鹰舰 远航中沙 从1907年到1909年 经过西泽集次两年的折腾 东沙岛的建设已经出具规模了 当吴敬荣第一次踏上东沙岛 一根十分醒目的木桩子 吸引了他的目光 木桩一面写着明治48年8月 另一面写着西泽岛 再往里走 岛的南面修建了一座木码头 呼售的小碟轨 还在岛上安装了电话和吸水管 盖起了日式房子 这时他很确定 东沙岛已被西泽强占 拍完照片火速返航 等回到广东 吴敬荣连家都顾不上回 直奔了张仁俊的总督 将他在岛上所看到的所有情形 一股脑的 通通汇报给了张仁俊 听完吴敬荣的汇报 张仁俊当时就急了 这个西泽集次在岛上热火朝天的挖鸟粪 事情拖得越久越难办 于是张仁俊奋笔疾书将情况电告给外务部和端方 并且要求带上懂日语的人去东沙岛复查 1909年2月18日 端方再次派出飞鹰剑 由于有了翻译 吴敬荣一行人与岛上的日本人进行了对话 岛上的日本人说了 他们不知道这个岛是归哪国所有 只知道是受西泽的雇佣 在东沙岛挖鸟粪的 吴敬荣也知道 问日本人是没用了 只得返航 而就在返航中 他遇到了中国渔船 并且上前询问 于是西泽集次在东沙岛上的暴行 曝光了 在东沙岛成案汇编当中 收录了当时渔民的证词 日本人到东沙将大王庙一间撤了 又撤了我新四和鱼板六只 羊板两只等等 总之西泽集次为了销毁中国人 在东沙岛作业的证据 在这块他所谓的 无主荒地上作业的中国渔民 都被他用暴力强行驱赶 不服从的中国渔民 甚至连渔船都被捣毁 岛上的海神庙兄弟所等 也被进行拆毁 数百座中国人的坟墓均被掘开 西泽集次将海谷进行烧化 扔入大海 吴敬荣再次向张仁俊 汇报了他在东沙岛的所见所闻 张仁俊认为 有了吴敬荣第一次去东沙岛 拍回来的照片 也有了中国渔民的证词 还有西方海图和中国江海险药图治等 文献资料 是召会日本深主权的时候了 于是他电文上保外务部 建议可以由外务部直接与日本公事交涉 也可先由广东方面 向日本驻广州领事询问有关情况 探探他的口风 外务部同意让张仁俊先和日本驻广东领事接触 于是要回东沙岛的任务 就落在了张仁俊的身上 1909年2月26日 张仁俊以信函的方式 召会了当时的日本驻广州领事赖川 潜之境 陈天熙的东沙岛成案会边 记录了这份信函的内容 现查惠州海面有东沙一岛 向为敏越各港渔民前往捕鱼石聚破所在 细数广东之地 近有贵国商人在该处故宫采林擅自经营 细数不合 应请贵领事公寓令该商急行撤退 查明办理 移任 牧易 言辞客气 但是态度很明确 东沙岛是我们的 你们日本一个商人 去私自去挖鸟粪 这是大错 你们尽快将这个商人撤回日本 1909年2月27日 也就是接到信函的第二天 赖川潜之境亲自来到了张仁郡的总督府衙 当着张仁郡的面 他说 他不知道西泽集次强占东沙岛的事情 已经将此事上报给了日本外务省 张仁郡看出来赖川潜之境是在耍赖 于是就把吴敬荣从东沙岛拍回来的照片 收集到的渔民证词 英国海军所绘制的中国海总图及中国江海险要图治等等证据 都摆在了赖川的面前 但是赖川潜之境还是继续推托 说要等日本外务省的进一步指示 就这样第一次谈判 张仁郡遇到赖川潜之境耍赖 无怠之下只能等待下一次谈判 张仁郡心里知道不能做一代理 可光这么挡着也不是办法 于是2月30日 张仁郡带着证词英国人绘制的海图 还有西泽集次强占东沙岛的照片 主动来到了日本驻广州领事馆 可是对于日本人而言 张仁郡所带来的这些证据 他们可以视而不见 谈判桌前的赖川说了 日本从主张过对东沙岛的主权 现在也没有要占领的意图 但东沙岛确实是无主的荒地 如果你们要主张主权的话 就得拿出地方质书 以及这岛归哪儿管的证据 赖川如此的瞒目讲理 让张仁郡十分的恼火 张仁郡便不说 西泽集次将岛上中国人的海神庙拆毁 其实就是在想方设法的毁灭证据 可即便如此 遗迹仍然清晰可变 东沙岛是属于广东的岛屿 怎么能说它是无主的荒岛 但即便是这样 赖川依然坚持索要 记载了东沙岛的中国地方质书 等等证据 日方无理要求张仁郡十天内 找到证明东沙岛主权的质书 张仁郡急得吃不下说不着 这可怎么办 张仁郡能否成功反击日方的无理要求 让案正在接 回到总督府之后 张仁郡急得吃不下睡不着 这可怎么办 东沙岛太远了 渔民们也只是口述 那么这有人会有关于 东沙岛详细的历史文化 生活方面的描述和记录吗 张仁郡连夜将与赖川的谈判情况 集电给时任两江总督 见南洋大臣的端方 说日方胡搅蛮缠 现在又提出了要看到 关于东沙岛制书的证据 端方收到消息后 马上就想到了一个人 陈庆年 陈庆年生于1862年 江苏丹图人 这个人跟书打了一辈子交道 研究历史 也写历史 还建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陈庆年看起来只是一个做学问的人 找他能做什么 当然是查史书 找证据 接到了端方的信之后 陈庆年火速赶往了龙盘里江南图书馆 没日没夜地查遍了馆塘所有史志 以及古代海洋史书籍 经过了两天的努力 他终于找到了一本 清雍正五年 也就是公元1727年出版的 《海国文件录》 这部书的作者叫陈文炯 驻江海盐人 他对航海非常感兴趣 在他所编著的《海国文件录》当中 有一幅沿海形式图 途中清楚地标明了东沙诸岛 自古就为中国的领土 在宋朝时 东沙寻岛被称为云山岛 岛上建有码头 蓄水池 防浪石堤 还有卫军库载等 在岛的中心山丘上 还建有航海信号灯塔 得到了《海国文件录》 这一有力的证据之后 张仁俊再次向赖川提出了 赵慧的时候说 智书我们找到了 于是1909年2月8日 张仁俊又一次来到了日本驻广多领事馆 陈伦琼已负资两代人 数十年的鲜血积累 写成了《海国文件录》 详细介绍中国海方形势 和东亚东南亚的航海知识 尤其是破天荒地介绍了 非洲和欧洲的地理情况 并是首个画出了东半球地球的中国人 在清朝 《海国文件录》被纳入乾隆四库全书 但是之后清朝覆灭 《海国文件录》原本也下落不明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 《海国文件录》的部分复制 摘抄版本 一样的房间还是那两个人 但心情却不一样 赖川潜之近看到张仁俊拿出的 《海国文件录》等书籍 终于不再狡辩着所要地方制书之类的证据 他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 中国对于东沙岛的主权 听到这儿 张仁俊松了一口气 但是赖川潜之近马上又说 希望中国能够对西泽吉斯的投资 进行补偿 否则日本政府就只能坚持 东沙岛是屋主的荒地了 听后张仁俊愤怒地质问道 西泽吉斯在岛上 拆毁我们的海神庙 挖坟墓 驱赶渔民 甚至还捣毁我们的渔船 这些损失又该如何补偿呢 虽然这次谈判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 但是日本政府已经承认了 东沙岛归中国所有的事实 张仁俊觉得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周旋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 私自搞建设 这本来就不合法 现在居然还得寸进尺地 提出要补偿的要求 眼看着赖川潜之近 一次次的拖延耍赖 为了保证与日方交涉时的主动性 回到总督府衙之后的张仁俊 即刻致电外务部建议外务部 与日方交涉要求 西泽集次不但撤出东沙岛 而且要求西泽集次必须赔偿 由于侵占东沙岛 而给我国渔民造成的所有损失 外务部采纳了张仁俊的建议 即刻致电物本外务省 1909年4月中旬 日本驻北京公使代表日本政府 正式召会大清外务部 对张仁俊与赖川潜之近的交涉 甚以为然 也就是说承认张仁俊与赖川的交涉结果 承认了东沙岛是中国的 但是有条件的 陈天熙的东沙岛成案会编理 1909年2月17日 外务部给张仁俊的一份电报中说 西泽到该岛创始营业 全系善意 此事结局纵定为中国领地 而对该商平善事业 应加相当之保护 什么意思呢 西泽集次在东沙岛搞建设 做生意没有恶意 虽然已经确定了这个岛是中国的 但是对西泽集次在岛上所进行的这些建设 应该加以补偿 张仁俊一听说这事 博斥说 西泽集次私自在中国的土地上盖房子 修铁路 这本来就是非法建设 如今 日本人还来要求补偿 实在是 无理取闹 很显然 日本政府不承认西泽集次 在东沙岛的种种暴行 极力为西泽集次维护 然而 他们承认了 东沙岛 是中国的 紧接着 赖川潜之近 来到了张仁俊的总督府衙 与他商讨东沙岛的问题 张仁俊又一次拿出了东沙岛 属于中国的所有证据 赖川表示 日本政府有意承认 东沙岛归中国的事实 但是西泽集次 为了建设东沙岛 已经投入了51万日元 他希望中国政府 能够同意他 继续在岛上 开采林质矿沙 期限为30年 听到赖川潜之近的 非分要求 张仁俊 言辞拒绝 他要求 东沙岛必须归还中国 但是 迫于当时 清政府国力衰败 张仁俊也不得不答应赖川 对西泽集次 在岛上的建设 进行一些赔偿 张仁俊 与赖川潜之近 最后商定 西泽集次 在岛上所建立的设备 经两国估价后 由清政府收购 但是 西泽集次 必须赔偿在岛上 捣毁的华人庙宇 以及 驱除华人渔民 所造成的所有损失 并且加倍补缴 已经开采的 海产和岛产的税收 与赖川潜之近 达成一致意见后 张仁俊 随即派遣洋务处 道员 魏翰 与赖川潜之近 西泽集次等一起 于1909年7月17日 前往东沙岛 评估 结果发现 西泽集次的 投资 根本就没有 赖川潜之近 所提出的 51万日元 张仁俊说 赖川潜之近 真是乱开价 开始 赖川 同意减制 31万日元 张仁俊仍然觉得 赖川 这件太高了 经过磋商 1909年 10月11日 中方签订了 东沙问题条约 陈天熙的东沙岛 城岸会编理 阅读袁树勋 发给外务部的电报 一 中国收买在东沙岛 西泽物业支架 定价为 广东豪银 16万元 二 所有西泽交回渔船 庙宇税项等款 定为广东豪银 3万元 三 中国 收买物业定价 1909年 11月19日 东沙岛上 举行了 庄严的交接仪式 在全副武装的 广海剑的护卫下 鲜艳的黄龙旗 在东沙岛上空升起 广海剑 临放21响米碰 这是清政府第一次 从列强手中 收回自己的领土 这一天 张仁俊 不适注 在办理东沙岛交涉的过程中 保卫南海主权 成为了全国上下的故事 从此 清政府开始武装镇守 东沙岛在内的 南海诸岛 1945年 日本投降 收复南海问题 蒋介石有何打算 那为什么日本都投降一年了 在南海问题上 蒋介石却迟迟没有反应 秘密出行 收复南海主导 林尊又将面临什么样的难题 林尊知道 他这是遇到海上风暴 收复南海任务实不果代 接连两次出航努力 林尊将如何执行收复任务 本期到那 为您揭秘 1946中国收复南海主导 上级